乘入秋冬有到吃蛇羹的季節 但為何入冬總是要吃蛇羹? 亦有始終可以養顏兼壯人 是否真是禁神? 蛇肉本身是一種甘韻的食物 再加上蛇羹煮的時候 會用花椒八角或雞一起煮 所以整款蛇羹基本上都有保抑或暖身的作用 養顏兼壯羊我相信未必真的有這麼大的作用 但其實最主要是蛇肉本身都有一定的保抑作用 如果個人的身體強壯的話 其實對於某些情況的虛弱狀態 是會得到有改善的作用 但也不是所有整形的皮膚問題 或者所有整形的性功能問題 是透過吃蛇可以改善到的 既然蛇羹能夠保抑和暖身 但有沒有哪些人適合食用 哪些人又不適合食用呢? 蛇羹本身是比較溫度的食材 一種食物 所以對於一些虛寒體質 或者本身有關節痛的人士 其實的確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蛇本身有一個去風濕的作用 它會有一個走寸的作用 幫我們守經落之風 有時候風濕鼻痛到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疼痛現象 吃蛇的確有幫助 但是蛇羹本身也提到 是比較溫度的一種食材 一種食物 所以當你的體質是比較溫熱 或者粗熱 出了暗瘡 或者整天都喉嚨乾痛 晚上又會睡覺出了汗 睡得不好的人士 就未必是太適合去食用 那吃蛇又有沒有禁忌? 不應該跟哪些食物去葬? 而蛇羹和糯米飯又是不是絕配? 一般來說 蛇羹本身是比較溫熱的食物 所以如果對於一些體質比較燥熱的人士 吃了的確不太適合 另外如果你再加上一些 可能煎炸的東西 或者辣的東西 例如打個比喻 可能你又吃蛇 然後轉頭又去吃肉欖煲 兩個加起來 可能身體的熱邪太厲害的話 就會導致你會有些熱症 例如口舌生瘡 流鼻血 出暗瘡等等這些 糯米飯本身是一個幫你溫補脾胃的作用 至於蛇羹也是一個比較溫的食材 所以兩者加在冬天的時候去食用 是可以幫助我們暖身的作用 但如果譬如說 剛才看到一些體質比較熱 或者本身患有感冒 或者是本身有殖滯的人士 其實就不適合吃了 因為糯米飯都比較難消化 還有蛇肉蛇羹裡面 可能都含有比較多的脂肪和蛋白質 你吃了可能就會有機會造成腸動不息 即是蛇羹再加上吃糯米飯 你可以加一點蔬菜幫助它消化 因為蛇羹可能有些高膽的食物 至於糯米飯比較難消化的話 吃些蔬菜可以幫助脾胃溫化 就可以吸收到這些營養 再次按壓在三種檬 一開始 好